终于迎来了 去年秋天在上海吃的最后一家店 这家甜品店在我姐姐的公司附近 他安列给我的 并且要请我吃遍这家的甜品 我们的甜品应该总共有 123456789101112131415 16171819 19块 然后它有一些是同一个种类不同的味道 我们就开吃了 第一款半颗榴莲 吃甜品多年从没见过这种形状 店员小姐姐告诉我说 这里面是真的榴莲肉 车祸现场 切开之后从侧面能看到里面有夹层 这个味道是清宁 里面加了清宁 加了清宁的榴莲芝士蛋糕 降低了甜腻指数 像它的外壳一样 有点小清新的感觉呢 第二款脏脏泡芙 脏脏泡芙掰开的瞬间 我只感觉到奶油在奔腾 珍珠在翻腾 我的卡路里在欢腾 本以为会非常甜腻 但是吃完半个还是没有腻的口感 满足 第三款肉松泡芙 这款跟刚才吃的脏脏泡芙里面的用料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外皮 它们撒的是肉松 里面的奶油瞬间爆出 吃这个一定要戴手套 第四款火龙果斑鸡和芒果斑鸡 两款斑鸡的个头确实很大 切开后能看到里面大片果肉 整整齐齐的等待我来咬 我还配了同款火龙果果汁喝 心里不断暗示自己 喝了火龙果 我今天的奶油就等于没吃 第五款一颗蛋 远看是鸡蛋 近看是鸡蛋 拨开 不会真的是鸡蛋吧 怎么可能我今天来的是甜品店 蛋壳是巧克力脆皮 蛋白是椰子慕斯 蛋黄是咸蛋黄慕斯 防针度百分百 第六款恶魔巧克力 女生吃巧克力就会觉得心情好 巧克力微甜带一点苦 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多吃几口也不会腻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巧克力的底层是用炒米做的 那就再吃几口吧 第七款海盐芝士蛋糕 蛋糕部分的芝士味道浓郁 只是上面的裱花 是我最不喜欢的豆沙花 大家喜欢豆沙裱花吗 喜欢的蛋木打一 不喜欢的打二 第八款清宁芝士蛋糕 这家店好像很喜欢清宁 还有银品也是清宁的 超级清新的味道 第九款榴莲千层蛋糕 今天吃的第二款榴莲蛋糕 这款千层呢 属于把榴莲肉的部分放得很厚 如果喜欢吃榴莲 这个绝对是超值了 第十款豆乳芝士 看外形就知道是豆乳了 有股浓浓的微微豆奶的味道 今天芝士真的是吃爽了 第十一款雪妹娘 雪妹娘有四种口味 火龙果芒果奥利奥抹茶 切开后能看到里面 水果和奶油的用料 可以达到一比一了 你最喜欢吃哪种口味的雪妹娘呢 第十二款毛巾卷 一份是抹茶的 一份是榴莲的 这个毛巾一定是超大款的毛巾 太厚了吧 里面都是奶油充足 抹茶里面还有红豆 第十三款星球卷 红色的是火星 灰色的是土星 外皮都是酥皮的 红色的是咸淡黄 包裹麻薯 灰色的是红豆沙包裹咸淡黄 第十四款芒果蛋糕 可能我在店里吃太多了 老板送了一个99元的小蛋糕 里面是芒果夹心 这一顿我从白天吃到了黑天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给我三连投币哦